老师声音看到PT的在公平给我们的反馈 谢谢大家 哈喽哈喽大家晚上好 嗯 没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可以听到吗 有声音 好的 如果觉得这个卡顿呢 或者没有声音同学 你可以就是退出 换一个线路 然后刷信价的进来 嗯 好了 然后呢今天对 是最后一次了 那我不知道这个根哥的这个政客 是不是也都完全结束了 是完全结束了吗 啊帽子不错 大家喜欢哈 这个是那个去年去韩国的时候 玩的时候买了一个 很便宜哈 如果大家以后要是去韩国的话 可以买一些这个 这种品牌啊 特别的划算 是呢都结束了哈 那就好好的轻松的愉快的度过 咱们最后一节的复习课吧 好不好 好了 然后呢咱们还是按了规矩 来复习一下上一节课 或者前一段时间 我们学的一些单词 好吗 来首先哈 我们说英文 大家在公平打出 它相对应的这个中文的含义 第一单词 Fortitude Fortitude 那么首先词跟Fort 它表示的是 Strength 力量 对吗 那么Fort 加上Attitude Fort Attitude 有力量的态度 那么这个单词表示的是 这个人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哎没错啊 表示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哎 毅力坚毅 非常好 毅力坚毅 好第二单词 Sky Scraper 那么这个单词呢 其实是之前老师 曾经在讲房子的这个 拓展知识当中 讲到了这个单词啊 那么我们说中文当中 有一个短语 有一个成语叫做直插云霄 就是说呀 这个楼啊 已经跟天空 是一个摩擦的状态了 那么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楼呢 它就叫做Sky Scraper 哎没错 摩天大楼 还有印象吗 摩天大楼 Sky Scraper OK 第三个单词 Forty 注意它的翻译哈 叫做Forty 那么大家看特特特特 所以说这单词 就证明你在某一个点上 你特别的strong 那么这个点 它就是你的 哎特长优点 对不对 特长优点 相当于merit 很好 没问题啊 好 第四单词叫做Eirloom Eirloom 说哎呀 什么给到你一个 这个loom呢 织布机呢 哎没错 传家宝啊 传家宝 叫做Eirloom 很好 Eir本身有继承的意思 继承了一台织布机 那么织布机 就是你的传家宝 好 接下来下一单词 Loot 等老师把这个单词厕所 你把这个头打开 好不好啊 别着急 Loot 100吨 怎么样100吨 还有印象吗 100系列当中的词 100吨 怎么样100吨 哎 抢劫掠夺了100吨 对不对啊 作为动词的话 代表的是 抢劫掠夺Loot 好 没问题啊 好 第六个单词 Aloof 说这个字母A啊 跟字母F 中间隔了100米 太远了 所以说Aloof 这一单词 就会形容词 什么意思 哎 冷淡的 疏远的 大家想想 我怎么感觉今天是 你们网络卡顿呢 还是反应迟钝呢 是不是 怎么感觉 这个反应的不是很快呢 大家想一想 回忆一下 A跟F 中间隔了100 很远很远 所以说对单词表达 是冷淡的疏远的 好 对没错 Offish 很好啊 同一句话 第七个单词 Loop Loop 我们说这个单词 OOP 这个字母的形态 特别像马戏团 做的那个圆圈圆环 对不对 所以说Loop 这单词什么意思 A 作为名词 它表示的是 圈跟环 那意思 圆圈圆环 Loop 好 第八个单词 Detached Detached 其实同一形态 就是我们讲 这个Aloof 对不对 那么这单词呢 如果说去掉一地 变成一个动词的话 Detached 就是不要摸我 Not touch 别摸我 别摸我 所以这单词 Detached 我们刚刚说 这个独动的房子 叫做Detached The House 所以说它表现的 也是冷淡的书院 没错 不让摸 好 第九单词也是一个 之前老师讲的 这样的一个 交通工具 叫做Caravan 还有印象吗 前面是一个Car 后面是一个Van 连起来就是我们的Caravan 应该很多同学都梦想 有一天可以乘坐 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 怎么样的环球世界 对吧 叫做Caravan 嗯 国牛同学 记得不错 它就是我们的房车 是不是全忘了 啊 是不是都旧饭吃了 想想了吗 同学们 完全不记得了哈 顺时期 忘字版 好 再说一遍哈 你看 前面是不是一个小汽车啊 后面是不是一个小卡车 小皮卡 可以装你的这些家当 锅儿 瓢瓣之类的 是不是 那么前面是小汽车 后面是小卡车 那么连起来就是我们的房车 有印象吗 再试一遍 梁同学 再试一遍 记住了吗 好 最后一个东西 Lume Lume 100米 怎么样100米呢 哎 很好 织不积之了100米 对不对 织不积之了100米 那除此之外 作为动词 说像今天北京 昨天的北京哈 就是大雾霾天 合了100米之后呢 咱看对方的人哈 就是怎么样呢 哎 若隐若现 对不对 就是做动词的话呢 这单词表达若隐若现的意思 好 没有问题 接着来 下一单词啊 下一单词 叫做pervade pervade vade 表达的是go 走的意思 那per呢 就是持续走 你想想 这个 如果说香味啊 持续的走满了整个房间 那么这个单词 pervade 表示的是 哎 弥漫遍布 弥漫遍布 好 再下一个单词 sanctimonious sanctimonious sanct 这单词表达神圣 对吗 那么后面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讲去money 为了钱而神圣 为了金钱 去神圣 证明你是 你不是真神圣 你是怎么样呢 哎 假装神圣 对不对 假装神圣 简单词 sanctimonious OK 第一次单词 pervade pervade 那我们说 这单词 其实它的这个词源 来自favor 发烧这单词 对吧 那发烧 你这个势必学也得沸腾 对不对 那么pervade pervade 分明是什么意思 哎 十分热情的 十分热情洋溢的 对不对 这个解释起 嗯 非常好啊 好 第四单词 Machopolis 还记得吧 这样大家讲过 有地铁 Machopolis 的地方啊 这样的一个城市 它就是我们的Machopolis 叫做 哎 大都市 对不对 那么这是大都市 国际化大都市呢 叫做Cosmopolis 对不对 宇宙级别的城市 就是我们的国际化大都市 有印象哈 好 第五单词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那我说大家从中间 这一单词 C就可以了 Criminal 我说这个人 他如果说 东国监狱的话 犯了什么杀人犯呢 犯了什么强奸犯哈 类似的罪 他出来之后 你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话 你看到一定是带有什么的呢 有色眼镜吧 哎 没错 这单词表的是歧视 Discrimination 歧视 好 第六单词 Baggerted Baggerted 那我们说 BI呢 指的是数字减据二 然后呢 Got得到 说你这个人 他成年人太固执了 鱼和熊掌都想要 两个东西都想要 都要的 固执的 顽固的 没错 Baggerted 好 第一 大家想想 Astorban Gert 我们那个Mulish 对不对 像骡子一样 非常固执的 顽固的 好 Discrimination Restue 那么SID呢 它其实影视的是 SIT SIT 这个词根 对吧 我们说残留物试管座 留在试管管底的 就是我们的 化学残留物 非常好 化学残留物 残留物 试管座 好 大家慢慢回忆 回忆慢慢点 然后呢 第八单是 Affable Fab 指的是 Speak 说 AF 加强加强 说特别喜欢 给你讲故事的人 你想想 是一个什么样 性格特点的人呢 没错 和蔼可亲的 对不对 Amiable Amicable Genial 都是这单词 同一款词 根哥哥非常的 和蔼可亲 对不对 Genial OK 第九单是 Embellish Embellish 那我们说Bed 其实是从法语道上 借了一个词 它表情是Beautiful 漂亮 对吗 那么Em 比较加强 加强让你变得更加漂亮 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 A 没错 Embellish 装饰 好 实美丽 非常好 对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使它变得更美丽 就是装饰 第四单是Hypothesis Hypothesis 没错 Thesis 指的是我们的论点 那么在论点之下呢 没成形的 不能拿到桌面上的 它就是我们的假说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假说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上一节课 以及前一段时间 老师讲过的一些单词 给大家拽水了 溜了溜 是不是 我们来测试了一下 感觉大家这个 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所以说 你看OneC1 虽然结束 但是 离咱们稍微远一点的单词 你就已经 遗忘在大海当中了 是不是还是需要这个 随时在开面路过 再剪一剪的 这个课呢 它只要没过有效期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万自般的有效期 其实人家课的相比的话 它比较长 所以你要利用好 这样的天然 天然的优势 好好地把这个 已经忘过的单词 好像吸收巩固一下 好 没有问题啊 好了 那么就开始 咱们今天的 这个复习的课程了 那首先呢 先跟老师来一组 这个找相同的游戏 那么找出 与所给单词 Monotonous 意思相同的 一项 A Role B Tidious C Deplored D Ostentatious Which one? OK 好 大家都选择了 二号B和Tidious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单词 分别是什么意思 首先 首先 Monotonous 这个单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的是 话语的单调乏味 那么咱们还是把它 一刀切开 接着用这个 按词跟词缀 分成三部分 那么前缀 Mono来告诉我 是这个数字前缀 表示是数字减 没错 大家都想想 它就是我们 数字一的 这样的前缀 而中间的这个词 跟Tone 它指的就是调 你说这人 怎么唱歌跑第二呢 对不对 用到最连级 OUS不用说 典型的形状词后缀 那么连级都是 一个调 你如果说 收发总是 一个调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 你话语 非常的单调 繁胃 OK 所以说 Monotonous 就表示的是 单调繁胃 那么同一顿词 有谁呢 就是我们的Drab 这代词 大家可以通过 这个Crab 螃蟹去击 就是土褐色的螃蟹 很单调 你想一想 你好像 这个没有见过 什么其他颜色的螃蟹吧 你也别说 当时我记得 像东南亚里面旅行的时候 就是见过那种 五颜六色的螃蟹 但是非常的少见 大多数的螃蟹 是不是都是那种 非常单调的土褐色 对吧 所以说这点词 表示的是 单调的土褐色的Drab Crab Drab Crab Drab 螃蟹是红 那是煮熟了 是吧 然后呢 它没熟之前 介于那个熟 跟没熟之前 那颜色 都是土褐色的 对啊 好 那么 清熟 清熟 那么造句子 说 A life of dullness of joy and very monotony 你看这个句子 就非常的巧妙了 它把这些同一词 全都串联到一起了 你看 这种单调 乏味的生活 它就是什么样呢 它就是这种 就是单调的 对吧 然后一成不变的 一直都是一个调的 所以说你看 在这个句子当中了 三个单词 你就可以连着去记了 利用这样的一个例句 就把他们的红一词 全都串联起起来了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它叫做Jury 它表示也是单调法味的 沉闷的 那么这单词 它可以通过这个 Dry去记 对吧 干燥 那么这单词呢 你看老师上课的时候 如果说老师一讲 全是干货 一点这个 有意思的事 都不给你穿插进来 或者是一点调味剂 都没有 不能给这个课程 注水的话 你会觉得其实挺干的 对吧 那干干干就是 枯燥的 法味的 沉闷的 Dry 对 是不是小鸣同学 非常的肯定 对 所以说这单词 可以通过Dry去记 或者通过这个Dry 梦去记对吧 就梦做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是不是 枯燥的 法味的 沉闷的 都可以啊 Jury Joy and Dream 好 必须得有摄像头 才下饭 是不是 才能试真去 才能不忘词 好 下一个单词 我们来看 叫做Hum Drum Hum Drum 它指的也是单调法味的 那么这单词呢 你看是不是Human Drum 一个人敲鼓 那么你想一下 如果说你去看了一个演唱会 里面只有一个鼓手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 我的天哪 推票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组合里面 又有鼓手 键盘手 Base手 其他手 你会觉得我 这才是一个乐队 真正有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人敲鼓 乐队只有一个鼓手 它就是平凡的 法味的 Hum Drum Hum Drum 那么造句子 Her Life is Hum Drum 它的这个生活呢 就是单调法味的 平凡的 好 接下来 下一个单词 叫Tedious Tedious 那么这单词呢 它表示的也是 这个枯燥法味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Ted演讲去记对吧 Ted演讲是 很多英文老师都推荐 大家去练习英文的 这样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学习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一直认为 这个你模仿 非常经典的演讲 其实对于你学习英语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首先 演讲稿的这个 语言的水平呢 它都是在一般的 文章里上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那些总统的 In-Norvary Address 那种旧时的演讲 或者一些名人的 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 都是非常好的 学习英语的语调 但是呢 有的时候 这个语调虽然说它好 但是你听时间长 它也是过于 枯燥乏味的 对不对 所以说 Tedious Ted加到OUS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形容词 它有指的是 Lecture and Passage 这种书籍啊 文章啊 报刊的演讲的 枯燥乏味 我们使用的是这单词 OK Tedious 它的演讲很无聊 好 没有问题啊 继续往下咯 那么下面这个单词呢 还是用mono这个前缀构成的 它叫做 Mononity Monotony sorry 它表的也是单调 乏味无聊的音词 那么这单词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 再来衍生几个 由mono这个数字前缀 变成了其他的单词 那么首先这单词 Monopoly 同学们 这单词呢 其实它的这两 它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 都是由我们说数字 这个词的前缀构成的 对吧 那么前面这个mono 指的是万 那我们的poly之前讲过 它指的就是 many many 很多很多 你想 当一个统治很多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达到了一个 垄断的效果 对吧 没错 一个统治多个 它就是垄断 非常好 那么如果说同学们 你要是一个 善于观察生活的同学 你小的时候 玩过一个游戏 它叫做 大富翁 有印象吗 就那种下棋 飞行棋 那种感觉 大富翁 那个大富翁的英文呢 它就叫做 Monopoly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看 那个棋盘上 写的这个英文 Monopoly 大富翁 你看富翁嘛 你之所以可以成为富翁 就是因为 你在某一个领域 垄断了 挣取了大量的利润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下面我来造个句子 说 Centific achievement is not a male monopoly 你看像这种科学的成就 不是一个男人的专利 对吧 不是被你男性垄断 像我们的居里夫人 两次获得那本 讲一次物理去讲 一次话去讲 就是非常成功的 这样一个女性科学家代表 Right 好 那么这是monopoly 一个统治多个是垄断 那下一单是monologue 来告诉老师 log这个词跟啥意思 log这个词跟什么意思 它影响的是哪个单词 哎 大家说说对不对 没错 它就可以想的是 我们的language 语言这个单词 你想哈 一个人说话 一个人讲话 是不是内心都白 monologue 那么你看 Dialogue 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数字 这个DI 两个人说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哎 非常好 对话 绘画 对不对 我们这样说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听对话 然后呢 做听力题目 非常好 两个人说话就是对话 一个人说话就是内心都白 好 再往下 那么这单词呢 之前其实老师在分享这个非洲生活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跟结婚 什么一妻一夫 一妻多夫相关的单词啊 不知道你还会有印象吗 那么我们说中国呢 它就是一个这个比较法治的国家 是吧 我们实情的就是一个一夫一妻制 嗯 对 一夫一妻制 那你看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婚姻呢 其实它就是上游戏 它就是一个好赌 大家听我这种说法吗 就你跟谁结婚都是进坑啊 然后离婚再婚 就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 它其实就是上游戏 gimme 这个词根 它表示的就是marriage OK 它表示的是marriage 对 那么你看 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游戏 我们一一一 出来battle 那它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夫一妻制 monogamy monogamy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polygamy polygamy 能看懂吗 是不是 多个人玩的游戏 那么谁多呢 是妻子多 就是一个老公 很多妻子 那我说了 在非洲 基本上全部都是 一夫多妻子 就一个丈夫 养活很多妻子 还有那些 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是不是 但人家还很公平的 你给一个大老婆买 一个别墅 你就得给二老婆 三老婆 四老婆同时买 你就必须公平 这点还可以 polygamy 一个人 一个老公有很多妻子的游戏 就是 一夫多妻子 好 再往下呢 下一单词 好 那么这一单词 你看是不是 两次婚姻 就这样去理解 两次婚姻 一个人 结了一次 再结一次 他就犯了重婚罪 Bigger me Bigger me 那么你看 如果说有 一夫一多妻子 那那些女性 女性 Feminist 心理又不平衡 这老是 有这个义气多夫 也有 比如说 在这个 尼泊尔地区 还有什么 什么不丹地区 是吧 然后印度某些地区 他就有这个义气多夫 就是一个妻子 要侍奉很多 很多个丈夫 然后在中国的一些 少数民族 比如说那个姚族 他有 走婚的习俗 是吧 他就是一个妻子 赔很多丈夫 那么这个单词呢 还是 先安排好钱税 Polly 很多很多 那么后面这个Andre 大家知道吧 就是 这个应该 刚刚给大家讲吧 Andy 都知道刘多华 这个英文名叫Andy 刘 是吧 那么他肯定是你妈妈 你大姨 那个年代的偶像 是不是 他们就像自己老公 都长成Andy 刘洋帅 所以说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的 Andy Andre Polly Andre 一夫多妻子 Sorry 一妻多夫子 公文也讲过 对 咱们国家也有 对 在一些少数民族 那个法律 没有办法 约束的地方 确实可能会存在着 一妻多夫子 那赌王 是不是 大家知道吧 那个赌王 对吧 那他还是 一夫多妻 就那个时候 法律 他允许这样的 现象的存在 他就赶上了 这样一个末班车 好 没有问题 那下一个单词 对 下一个单词 叫做Monarch Monarch 那么首先这个Arc 这个词跟他比较 就是Win 统治 是不是 一个人统治整个国家 那他就是我们的君主 他就是我们的帝王 Monarch 那么 现在老师家的Y 之后 你要记住 这单词不是变为 一个形容词 比如说Ring Raining 与多与的 他就变成一个 抽象的名词 你看很明显 这个Monarchy 加到Y之后 他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叫做君主正体 君主立先去Monarchy 好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我们说 mono这个前缀 引申出来的 这一系列单词 那么还有两个 我们继续来说 下一个叫做Monochrome 大家同学们 这个Chrome呢 也熟不 他就是一个 我们非常 经常使用的 叫Browser 是不是 这Browser 现在下来都是什么 它表示浏览器 浏览器 对 Chrome 什么Fairfox 还有这Sepharia 都是大家比较常用的 这浏览器 对吧 谷歌浏览器真好 那你看 谷歌浏览器 为什么使用到了 这样的一个形象呢 因为本身Chrome 这个单词 它作为词根讲的话 它就指的是color 所以说你看 它整个这个 它的这个logo的形态 就是红绿黄蓝 各种色彩 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圆圈 旋风状的那个形状 对吧 所以说你看 只有一个颜色 Monarchrome 它指的是单色 单色的 单色 单色的 是这么来的 大家可以通过 这个Chrome 这个图标的多彩性 去记这个词 跟Chrome color 好 下一单词叫做 Monormania Monormania 那我们都知道 mania这单词 它指的是疯狂 对吧 同一条词 就是我们的这个 madness跟craze 那么你看 只对一件事情 疯狂的话 那你就是偏执狂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 一个说法 就是你要是 想成功的话 你多多少少 要有一些偏执 如果说你对一个东西 连这种manian 疯狂 执着都没有的话 那也很难 在一个事情上去深耕 并也坚持下来 所以说 在有一些时候 我们需要适当的 做一个monomanian OK 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这个领域的偏执狂 没错 就是要执念 要成功 你对于成功这件事情 就必须要执念 比如说咱们同学 可能未来的考研 是吧 你对考研就必须要 作为一个monomanian 那还有同学 可能要读博 对吧 你就必须有执念 你才能去成功 因为你发现 当你成为一个 拼执狂之后 你付出努力之后 上帝 我们说老天 他都会偷偷的 去帮你完成你的梦想 这不是鸡汤 这是真事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bro 那么这单词呢 它表示的是打架 吵架 刚才我也看到同学 就问了一个单词 叫teeth 不买teeth 你是不是 你要跟男朋友吵架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单词呢 也可以放作 一起当作同一词 去记忆 好 那么这单词呢 BR大家记得好了 所有以BR开头的单词 它都跟break 打破相关 打破相关 那么这单词 你看把它拆开 是不是就是break roll 对吗 break roll break打架 对吧 roll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口角争端 或者是你听roll 你看你女朋友 跟你吵架的时候 她是不是感觉 就是像个母狮子一样 母老虎一样 啊我这种感觉 bro打架吵架 那么同学来猜一猜 什么叫做mass bro mass bro 哎没错 那我们都知道mass 是不是表示的是大众 大众一起来打架 就是我们的群架 也不知道同学 你们在这种青涩的学生年代 有没有参加过这种mass bro 是不是挺刺激的 而胆小的最后 都是资两个黑脚 胆大的直接拿着刀上去砍了 叫做mass bro ok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breach breach 它表示的是这个破坏违反的意思 那么这单词同学们 其实啊 它就等于break 我来说一下这两个单词 什么区别 这个break呢 就是一个比较万能的单词 你放到哪 它能表示一个打破破碎的意思 而我们的breach 它是一个非常formal 正式的单词 而且多使用到这个法律相关的场景当中 那么你看 比如说breach the law 叫做打破法律 违背法律 breach the peace 扰乱和平的状态 扰乱治安 breach the promise 打破了你的诺言 是不是又是食言了 叫做it one's worse ok breach the promise 或者你说打破监狱的 这样对你的置顾 叫做prison breach 看过吧同学们 非常著名的美国大型烧脑电视剧 叫做prison break 那么其诗里的这个break呢 也可以换成breach 表述就是打破监狱 越狱 ok 对 没有问题啊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broach 这个单词 那么通过这个br表示break 我们再来讲几个好玩的单词 复习一个好玩的单词 第一个broach broach 对不对啊 你看 你 分开的 OO 对吧 上面别的那个东西 它就是我们的胸针 你分开的那个OO 上面别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胸针 那么这个 你看比如说 这就是一个Chanel的胸针 之前有个女同事 我的好朋友 然后呢 他就买了一个 这种小的这个broach 他在别的衣服上 他每一天换一个衣服 你就觉得 好像每一件衣服 都是香奈儿的 我就觉得 这好像是一个 这样省钱的方式 是吧 你买一个胸针 然后别的美件衣服上 每件衣服都是这个logo 就给它冠名了 同学们你可以试一下 特别的好用 好 然后下一个是breach breach 这一单词呢 它表示的是臀部 它表示的是臀部 那么这一单词呢 你看这个音音 是不是感觉 感觉这个圆 给它做扁 对吧 你的屁股 压到椅子上 是不是就是 啪啦 这是Hally 这是Hally吧 这我找的图 是不是Hally啊 啊 是是是吧 是吧 对 这就是那个 比伯的 妻子 现在应该是 比伯的妻子 随便找到图 不小心找到 这样的明星身上 好 那么这个就是 你用这个臀部 你的臀部怎么样呢 做扁了 就变成一了 breach 你看你的屁股 是不是也是两半的 对吧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圆 它是两半的 这种chirty 好 下面呢 这张叫brittle brittle 你看是不是就是 break into little pieces 破碎成了一块 一块的小部分 所以说brittle 这单词形容词 表现是一岁的 好 没问题吧 大家只要记好 B2开头单词 都跟这个破碎 break相关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deplore deplore 它表现是哀悼 默哀 谴责的意思 那么这个单词呢 重点来记这个词 跟plore 它表现是cry and weep 跟喊 跟哭泣相关的 第一意表加强 就是加强 我的天哪 这种感觉 加强 哭天轻地 所以说 作为动词的话呢 它表现是一个悲哀 默哀 谴责的意思 那么来造句子 吓你一跳 老实错了 是不是 吓大家一跳 那么这单词呢 造句子 说we deplore what has happened 我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呢 表示 I don't I 三分钟 好 那么再通过换前缀的方式 我们再拓展一个单词呢 叫做implore 叫做implore 那么这单词你看 是不是在内心深处去cry 来当我们想一想 这边老师也讲过一单词 也是在内心深处去呐喊 这样的意思 implore I implore you to go 我求求你吧 大哥你快点走 是不是 哀求恳求 那么之前咱们也讲过说 一个在内心深处呐喊的单词 可以做这些单词 同意地换 同学们你还有影响吗 implore可以等于哪个单词 I plead可以啊 please 它的一个动词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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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I没错哈 我期待的是这个单词 invoke 对不对 invoke 我们说vocvok 它其实就影响的是voice 声音这单词 对不对 在内心深处去发动声音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不要再让我放单词 对不对 I invoke 想想了吗 来 这失忆的你们 干上了吗 好啊 下一个s呢叫做morin morin 它表辑也是morin 你听啊 morin morin 直接通过这个写音联想 就可以记住了 对吧 看图书说话 为死者morin morin for the dead morin for the love 为失去的爱而悲哀 是吧 所以说你会发现 我们答应的戒词是 for somebody or something over somebody or something 在什么文字之上 为了什么什么 答应是让你们戒词 for and over 好 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下一单词 叫lament 那么这单词 其实之前肯定跟 给大家讲过 一个著名的 贵妇级设施品品牌 叫做lament 来 是不是讲了这单词 bling bling 是吧 没错啊 它叫做海兰之名 然后民间有一个 比较戏谑的说法 叫辣闷 辣闷 为什么叫辣妹呢 因为它的这个法语 叫做lament lament 有个小说音 这里的la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英语当中定番词 叫做d 那么mef呢 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英文当中的单词叫c 海洋 那片海 所以说翻译成中文呢 它叫做海兰之谜 现在明白为什么 跟蓝跟海相关了吧 OK 那我都知道 它是一个贵妇级化商品 所以说很贵很贵 所以说买不起lament 那一刻内心无比的 哀痛悲痛 叫做lament lament 对 好 那么这个单词呢 同学们 我要说一下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FOMO 正式的 然后呢 非常的这个 literature 文学化的单词 那我之前 我还没有那么深刻 能体会到这单词的用法 但直到我看了一个 印度的电影 叫做大树之歌 是一个非常文艺的电影 男主呢 是一个 这个很有文学色彩 这样的一个诗人 他结婚了 他的妻子 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 富家女朋友 然后他妻子就说 sadness sadness 悲伤这单词 这个名词形式 然后他老公就说 哎呀 不行不行 这个说法太通俗了 你要会使用lament 所以说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比较诗意的 然后呢 比较高端的 且书面的正式的表达 这种悲痛 不是说 咱随便 就是在口语当中 说到的 如果你在口语当中 说到这单词呢 其实就相当于是 一个大词小用了 知道吧 同学们 之前呢 就是我有 很多万词的学生 然后学了很多 高端词汇 然后在口语里 就 你知道吧 尽情地去使用这些单词 但是就会闹笑会儿 因为你会发现 口语当中什么单词 大概只有 最常用的 2000到3000词 如果说你都使用到 这种万词级别 以上的单词的话 其实在生活当中 就属于大词小用 老外听到的话 还会笑过你的 知道了吧 对 太文周周了 是不是 说不了 好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lament the passing days 去挨 悲挨啊 去挨到那些 我们仪式的美好时光 你听一下 这就不像是 正常人说的话 是不是就很文艺的话呀 lament for the death 你看还是 搭配个小词 for lament over the death 所以说 他跟我们这个 模仁的用法 是一模一样的 模仁 for 模仁 over lament for lament over 为什么 什么 耐到 对什么 对什么 什么 而摸 好 没问题啊 那么下面这单词叫 be will be will 它指的也是悲伤的意思 必表加强 那么will 大家想 它其实就指的是water 水这个单词 当你两眼泪汪汪的时候 你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悲哀啊 非常的伤心 对吗 be will 两眼两眼泪汪汪 充满了water 水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悲哀的状态 那么同学们 请给老师利用你们身后的文学功力 翻译一下这个句子 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当作成语 叫做be will the times and pity the people be will the times and pity the people 它是一个中文的成语 你能翻译出来吗 没错 它叫做悲天敏人 你看是不是对上天 对时代 它是很感慨的 对人类 它是很同情的 所以说翻译出来就是悲天敏人 没问题啊 你看这属于中文的话 属平不太行的是吧 好 下一个单词 condolence condolence 值得也是 哀悼 慰问 这个默哀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一单词呢 ENCE结果它这个抽象名词后 注意重点来接下词根 来刚才导师 都问这个词根 DOL 这个词根 什么意思 D-O-L-E 这个单词 词根 什么意思 D-O-L-E 不是情 它表达是grief 悲哀 不记得话 没有记住的话 你们可以记一下 它表达是我们的悲哀的意思 你看是不是就是 大家一起悲哀 对你表达他们的慰问哀悼 吊咽 大家一起悲哀 我们一起给他默哀三分钟吧 这边又忘了一千词 默哀三分钟 condolence 那么对某人表达这种悲哀 这种悲哀 这种悲哀的情感 就是exprice condolence to somebody exprice condolence 是一个不定搭配 大家可以记一下 好 没有问题吧 对 那个do 它确实有究竟性 究竟物的意思 但是作为词根讲的话 作为词根讲的话 东西们 接好了 它表达是grief 悲伤的意思 OK 就有些单词 你看它的这个原本的意思 跟它的作为词根的意思 它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咱们今天 在后面会讲的一单词 叫tribute 对吧 作为词根代表是给的意思 而对作为这个单词来讲的话 代表的是这个公平的意思 它还是有一些稀微的差别 但是它们的这个词语言是一致的 这能理解 对 没错 好 接下来下面这一单词 叫做ostentatious ostentatious 指的是浮夸的炫耀的 那么这单词呢 其实重点的词根就是这个tent 那么其实它就是tent的变形 你看t的 它清卓辅音的一个互换 我们说 somebody tends to do something 它有什么什么的趋势 就是这种伸展 这种感觉 是不是啊 就伸展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就是表现的是stretch OK 那么os 其实它表现这个前缀呢 影视的是out 向外伸展 如果说你看这个人扎扎乎乎的 总是想向外显的伸展 它是不是炫耀的浮夸的 ostentatious OK 好 下一个单词 什么 把你的A锥伸出来 把你的A锥伸出来 是不是 A非常的张扬的 炫耀的 浮夸的 好 那同一词呢 叫做pretentious pretentious 这种词表现是自命不凡的 炫耀的 那么这单词大家来看 它其实是不是表现的是pretent 表现假装 对吧 你说这个人总是很做作 假装怎么怎么样 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所以说这单词表是 自命不凡的炫耀的 自命不凡的炫耀的 pretentious 假装自己好像挺有钱的 或假装自己好像挺潮的 是吧 但其实呢 就那么回事吧 炫耀的自命不凡的 我们来造句子 What he was saying must sound both feeble and pretentious 他所说的一切 听起来都非常的脆弱 脆弱 然后呢 还很炫耀 是吧 不堪一击 炫耀 自命不凡的 好 什么 对 经不起推敲 特别好 经不起推敲 这个翻译特别好 Pretention 没错 大家那个pretention pretentious 去讲单词 其实都是通过动词 pretend 隐身而来的 都表示是假装 捉摸作样的 自命不凡的 浮夸的 炫耀的 对 好 没有问题啊 下一个单词叫做flame buoyant 那么这个单词 其实老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讲那个flame 就是讲跟火焰相当一单词的时候 讲过 大家还有印象吗 火焰男孩 你看穿着花里舞哨的 跟火焰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一单词多指的是衣着上的 大家记得好了 是衣着上的炫耀跟浮夸 对 flame buoyant 对 下一个句子 说 his clothes were rather flame buoyant for such a serious occasion 在非常正式的场合 如果说一个男孩 还扎着他的这个双马尾啊 穿着这种花里舞哨的衣服 出现在这种场合的话呢 那就可以说是极为不恰当的 对不对 flame buoyant clothes 这种非常炫耀 夸张浮夸的这样的衣服 女装大佬 没错 好 同一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单词叫pumpus pumpus 浮夸的爱炫耀的 那么第一单词pump 本身它就有这个 迸发而出的意思 pump pumpus pump pumpus 浮夸的爱炫耀的 就是感觉 就是已经吹你 我还抑制不住了 马上就爆了的感觉 大家能理解 浮夸的爱炫耀 好 再个句子 he is a harsh man 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男人 it was pompous and officious 然后呢 非常的浮夸炫耀 还爱多管闲事 是吧 大家都知道办公室 什么多管闲事 officious ok 爱管闲事的 浮夸的 好 什么 和福坤 对对对 先别着急 咱们待会讲的这言词 下一个是golding golding 贵奥迪 奥迪很贵 然后呢 开出来之后 就感觉他是花哨的 艳俗的 对吧 有的时候你很有钱 你买东西也很贵 但是由于你不会穿 你衣品太差了 给人就是这种花哨的 过于炫耀艳俗的感觉 贵奥迪golding golding clothes 这种花哨的衣服 golding colors 那种艳俗的颜色 是吧 什么死亡巴逼粉的 那种 golding jewelry 就是那种非常浮夸的首饰 给人也是那种炫富的感觉 是吧 好 对 那么接下来下一件事 叫做 taudry taudry 叫做廉价而俗立的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单词呢 那大家可以通过陶醉 去记住 你看taudry taudry 这和服呢 是我五三买一天足的 穿上还挺美 陶醉都不行了 是不是 taudry taudry 所以说衣服 廉价 还花里火烧 你看到吧 俗立的 陶醉的不得了 taudry 可以通过这个 陶醉的和服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去联想 taudry 陶醉 穿上廉价而俗立的衣服 还挺陶醉的 那么如果说从词语言的角度呢 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了 那么他讲的就是跟这个 圣奥 奥大利相关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之前呢 这个奥大利公主呢 是英国的一个公主 她为了这个逃婚 所以说自己来到了一个小岛上 来到岛上之后呢 她也算是 也为这个岛做一个贡献 就是开始大肆的兴办这些学校啊 兴办这些宗教的这种教堂之类的 但是呢 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癖好 就是她特别喜欢戴蕾丝的那种 knapless choker 就蕾丝的那种 就是那个叫做警戴那种东西 然后最后呢 非常有意思 她也是因为得这种咽咕癌而死的 所以说人们就一直以为 就一直认为 主观地认为是因为 她总带这种花蕾虎哨的这种东西 然后把自己给搞死了 她死了之后呢 因为她确实对这个小党哈 这个也做了一个贡献 所以说呢 就给她建了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教堂哈 叫就是这个名字 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st人是圣 圣索贝亚啊 圣奥代利啊什么的哈 然后呢 为了纪念它 人们也办了很多这种文化节 在文化节上卖的最好的最火的产品 单品 就是那些雷斯的饰品 所以说你看 圣奥代利这个名字 大家能看是怎么来的吗 S脱落了 然后呢 Taldry给它变形 就变形成这一单子了 所以它表达是廉价的俗利的 那些在市场上贩卖的廉价的俗利的那种 脖子上的饰品 Taldry 是这么来的 好 没问题吧 那么下一单品呢 叫做Garish Garish 它表达也是厌俗的 这个过于花哨的 那么这单子怎么去见呢 你看后面是那种Rich 前面是个Gar 你看你有钱 但你有钱的很尴尬 让我觉得 是不是 虽然你也穿AJ 但是穿的感觉 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呢 是不是啊 就给人一种非常厌俗的 花里五少的感觉 一个身上的颜色 如果超过三种颜色的话 你身上如果说今天 颜色超过三样的话 其实你就已经 太过厌俗 太过于花哨了 能理解吧 Garish Garish 这个故意的很尴尬 Garish Garish 可以啊 那大家说这个 用Garish 这次也行 装饰 如果说你装饰过多的话 比如说你看 我今天又戴手帽 有点线 有点 这个手表 还戴这个耳环的话 所有能戴的拳戴上 是不是也是过于花哨的 变速的 Ga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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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问题 这是这个单词 然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同学们这个单词 掌握了怎么样 首先 第一个单词 Monotiveness 一个调 如果说一个人说话 总是一个调的话 那证明它是非常的 单调的 法味的 单调的 法味的 好 第二个单词 Broach Broach 当你的胸前的两个 Oh 带上了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它就是我们的 胸 真 Great OK 第三次 Import Import 内心深处去呐喊 内心深处去呐喊 肯求 肯求其穷 第四次 Flaing buoyant 火焰男孩 这男孩穿得像火焰一般 非常的怎么样呢 火焰男孩 炫耀的 浮夸的 炫耀的 浮夸的 艳丽的 第五次 Condolence Condolence 一起对你慕哀 一起对你表达一种 慕哀的情感 它就是 吊焰慰问 吊焰慰问 好 第七次 Bro Bro Break and roll How Break and roll Bro 嗯哼 没错 它表示的是 争吵打架 打架 没错 打架吵架 打架吵架 Bro 第七次 Monogamy 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游戏 Monogamy 一对一的游戏 它就是我们的 一夫一妻制 非常好 一夫一妻制 Humdrum Humdrum 一个人打鼓 说这个乐队 咱就一个人打鼓 那就一个鼓手 什么意思 单调的 法味的 单调的 法味的 Humdrum 好 第七次 Bridge 我说它就等于break Bridge 它就等于break Bridge the promise Bridge the law Bridge the peace 所以说 这张词表示的是 违反违背 违反违背 打破 好 最后一件是 Taldry Taldry 穿上300亿天租的和服 是吧 还挺陶醉的 其实在别人眼中 它就是廉价且低俗的 廉价且低俗的Taldry 好 没有问题 这是这个文字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一组连连看 那么给 把这个abcd这张照片 下面这个1234的图片 进行连线 来 首先第一单词 Tacit Tacit 这单词1234 哪张图片 这里答案呢 应该是 Sandiva叫 坚默不语 坚默不语 Tacit 第二单词 Glebe Glebe 大家想的是Glide 对吧 滑这个单词 Glebe Glide 油嘴滑舌的 连的是1 第3单词 Desolate Desolate 连的是4 黄凉色 第5单词 Haggard Haggard 嗯 没错 连的是2 叫憔悴的 好了 那咱们来分别看一下 这几个单词 首先第一个单词 Tacit 这单词呢 Tacit 这个词跟它表着是 Silent 安静 所以说 跟它三个的所有单词 都跟这个 坚默的 不说话的 沉默不语 心照不宣的 有关系 叫Tacit 那么这几个单词呢 其实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 Tacit Approval Tacit Agreement Tacit Admission 都是一种允诺 允许的意思 所以说它表着是 默许 我不说话 但是我允许你这么做了 这就是 默许 OK So Tacit 好 那么下一单词 Tacit Tacit 这两个单词可以放在一起 你看 它变得 沉默寡言 对吧 Tun有转变的意思 它变得 沉默寡言 Tacit 再继续讲 说 Self-confident And tacit He exuded Authority 它通过这种 自信 还有沉默寡言 是不是逐渐的 叫做 Exude Want Authority 能怎么样 它的这种自信呢 来复下这件讲的 那叫Exude 什么意思来讲 我们说 向外虚虚 你看你虚虚 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呢 来复一下这点 咱们想想了 向外虚虚 Exude 诶 没错 缓慢流出 大家回忆一下了吗 它说表示缓慢 就向外一点点 那种感觉 一点点吁吁出来的 就是缓慢流出 嗯 没有问题啊 这种自信呢 还有这种 见目不语 是不是展现出的 这种权威感 大家知道吗 就是之前 就是我们说 铁娘子 萨切尔夫人 她在成为首相之前 其实她就是个家庭主妇 然后呢 她为了可以让她的 这个话语 更加的具有 这种authority 权威感 她甚至曾经一度找这个 口语表达的训练老师 尝试他进行的一段培训 那她会发现 比如说 降标就会让人显得 更加有这种权威感 或者是沉默 就会让人显得更加有权威感 所以说说话是很有艺术感 你就有些人说话 你会发现 他只要一说话 你就很想听 但是有些人一发言 你就想睡觉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 是吧 跟他这种语言的表达 特别多关系 好 下一单子呢 叫做Reticent Reticent sorry Reticent 表示的是沉默寡言的 沉默寡言的 那么这单子 你看是把RE打击好了 只要以后看到RE 怎么去联想记忆呢 就想的是阿姨 你看阿姨一提到钱 她就变得沉默寡言 是吧 小伙子第一次去赵母娘家 赵母娘就说 哎呀小伙子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是不是阿姨一提到钱 能给我们家公司多少彩礼啊 她就变得沉默寡言 是吧 哎呀去不起去不起 不玩了 叫做Reticent 根哥一提到钱 就沉默了 是不是 哎呀对 大家都了解根哥这个属性 是吧 哎呀太会过了你知道吧 根哥真太会过了 好 下一单子呢 叫做Reserved Reserved 他表示也有这个矜持的 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单子呢 讲了它 我不得不讲一下 这几个行进的单子 来同学们 这几个单子你能去分开吗 Reserve Preserve 还有我们的conserve 同学们 这几个单子你能去分开吗 我来讲一下哈 这几个单子呢 长得都很像 而且它都有保存的意思 那么它们的差别到底在哪呢 我来说一下哈 同学们 这单子的时候你不用干杯 特别的生硬 放到鱼块当中去记 是对于单子最好的一种助题的方式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它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去使用了 那么首先 Reserved 这单子你也看到了 作为形容器 Reserved 它有一个叫预定个 所以说如果你去到一些西餐厅 去就餐的话 你会发现 有一些桌子 它已经被Voked 被先预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桌子上就会放到这样的一个小牌子 写着Reserved 它已经是被预定了的 这个地方呢 你就不能再做人了 今晚它已经有主了 那么下一单子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单子呢 它指的是保存 指的是保鲜 Preservative 它指的还有我们说的这种 防腐剂的意思 它就有这个保鲜 所以说它经常跟这个food 进行搭配使用 再往下 Conserve 它指的是保留保存 比如说登山的时候 你不能一口气排完 你要Conserve the energy 它保存能量的意思 或者是Conserve nature 叫做保护大自然 所以说你会发现 它经常跟这样的一些单子搭配使用 所以说你看 只要通过单子去记得的话 通过语境去记得的话 那么这几单子一下子就可以区分开了 对吧 对没错 自然保护区 使用的也是一单子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Nature Conservation 自然保护区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个单子 所以说它有这个预定的保留的 矜持的意思 它就可以形容人的性格 比如说 形容英国男士的时候 我们就将使用这个人讲 叫做British men are often seen as being reserved and emotional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英国男士 就英国人整个的这种 他们给人的调性 就是感觉非常的保守 而且呢 非常的这种 不太愿意语言产生这种 social bonding 社会的连接感 他们就喜欢 being individual 成为一个个体 看起来好 你面目没有什么表情 你给你用上高傲 arrogant的感觉 对吧 比如说你成年题的时候 它就会故意跟你保持一定的 distance距离 就不想跟你离太近 这就是文化的这样一个 对他们的影响 reserved and emotional 抱油 抱这种非常矜持的 保守的 不富有情感 对像猫一样 对 所以说你看 就不像狗那么热烈 是吧 perferved 它就是一种reserved 这种感觉 好 现在这次呢 也表现是这种 不合群的 还有孤僻的 偏僻的 叫做withdrawn 你看 说像withdrawn 那是把撤退 你看这撤出来了 我不想跟你一起玩 我自己要玩了 reserved withdrawn 这样按之后面 一个喜欢请 顾僻的 离群的 在我去一起 He's very quiet and withdrawn sort of indifferent 它就是那种 非常安静 然后呢 喜欢自己一个人 待着孤僻的人 然后有那种 非常冷漠的感觉 sort of kind of indifferent 好 下一个单词呢 也表现 节目无声的 叫做mute 那么这单词呢 同学们 我们现在会说 shudder 就闭嘴 是吧 那你可以下回 换一种 叫做be mute 静音 现在请你静音 是不是 然后再教给大家 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 叫做 zip your mouth zip your mouth 来告诉老师 zip什么意思 拉上你的嘴巴 对对对 没错 zip就是我们 穿衣的那个拉链 作为动词也行 作为名词也是它 那么就是把你的嘴 怎么呢 给它缝起来 是不是拉上 zip zip your mouth 也是闭嘴的意思 所以说呢 你看除了shut up以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好玩的说法 而且呢 老师也讲过 如果说你把手机 填上英文版本的话 你会在这个英文的手机 使用当中 遇到很多这种原词 对吧 比如说你看现在 一个群很烦很烦 无相反的这个 关这个消息免打扰 那么你使用到的 这样的功能叫做 mute notification mute notification 现在呢 这个消息它不要打扰 而让它变成静音的 雅的 无声的 就是这根词 OK好 这就是我们说tacit 由这个tact 这个词跟quiet silent 衍生出来的一些 同一词用法 好了 那么说完同一词 我们来说完反一词 反一词有谁呢 是吧 就是那种话很多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词叫tactive 它是一个非常口语话的词 对吧 talkative 就是很能说的人 就是我们的话词 这个tactive 那么除了这词呢 下一个词叫loquacious loquacious lock 它指的是speak 说话 atious 同学们 它是不是指是many much 就能说很多很多话的人 爱说话的 最碎嘴嘴的 叫做loquacious 对 没错 下一个词就不用我说什么意思了 chatter box chatter box chatter就是聊天的意思 box 只能说盒子 你看这盒子太能聊天了 就是我们说的 哎 非常好 画匣子 不知道之前给 给没给咱们东西讲过 就是以前 空文老师上小学的时候 是吧 就得也是老师专门 给整个雅尖出来 就是坐在 讲台旁边的一个座位 是吧 因为小的时候 太爱说话了 转着圈就老 就旁边呢 老师都安插的是 全班最安静 最文静的女同学 经过我的这个调教 经过我的培养 她们都成为了 全班最爱说话的女同学 每个人都是一个 qualified chatter box 合格的 毕业了的这种 画匣子 就是男的女的 都不耽误 就是照老不误 老师也拿我 非常的 这个无语 就是在说话 就掐死我 chatter box 好 下一个字呢 叫做gleep 叫gleep 指的是油腔滑掉的 肤浅的 那么这个字呢 大家可以通过glide 滑动去记 你看哈 太油腻了 太滑了 油腔滑掉的 glide gleep glide gleep 然后我们来看看 造句的什么意思 he has a gliptown he has a gliptown 哎 没错 就是他油嘴滑 滑舌 对不对 然后他 蛇都非常的灵活 你要求意义出来 知道吗 小森林同学 不对 是那个 又软同学 是吧 你要求意义 他油嘴滑舌 然后 那么同一次 有谁呢 第一名叫sleek 大家可以通过SL 前面的这个 开头的两个字 去推断 那老师曾经讲过 以SL开头的所有人子 他都跟滑动相关 sleek OK 所以说还是滑 怎么样呢 光滑的 熟练的 滑而不实的 还是感觉这个人很滑头 对吗 很油腻 那么这段次 除了这个sleek 这个技法一般的老师 再添一种技法 叫做sleek s 加强语气 没有任何的实时作用 leek 来告诉他什么意思 leek 是吧 舔呢舔 舔狗舔狗 舔的最后一无所有 没错 他表示的就是 我们说舔的意思 你想一想 小的时候 你穿幼园的时候 是不是最喜欢干那件事 就是中午吃完饭 舔盘子 对吧 哎呀 您可以把那个盘子 怎么样的舔的 非常的光滑 阿姨都光刷了 而且呢 你们这套动作 非常的熟练 对不对 舔盘子 把舔盘子 怎么怎么样呢 舔的非常的光滑 动作非常的熟练 sleek 好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做舔狗 知道了吧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好 下一个东西呢 叫做voluble voluble 它表示的是掏盗不绝的 还是能说的 对吧 talked 那么怎么去记忆呢 volve来告诉老师 这个词根啥意思 volve 这个词根 没错 它表示的是turn旋转 比如说involve 选到里面去了参与 对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 evolve 向外去减 发展 所以说它有一个卷的意思 那么加上这个 bio一边 喜欢的意思 不断卷 就是说你的舌在嘴里 要一直卷 一直卷 一直说 一直说 不停 滔滔不绝的 voluble OK 好 没问题 接下来 下面 这件词 desolate desolate 荒凉的荒废的 那么首先呢 你得知道中间这个solo 大家都知道solo啥意思吧 solo 爱独揍 没错 之前呢 有个同事特别好玩 比如说 你最近还在solo吗 这有啥意思吧 就是你还单身不 是不是 就一个人 alone 所以说 so这单词呢 它表示的是独自的意思 独自 对 你还单身不 你还在solo播 是不是 那么第一呢 放到这一单词之前 比较加强 at是个典型吗 这样的一个 这回在这里 它是个写人情 desolate 那就是说 这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 对吧 只有一棵树 过于的荒凉 过于的荒废 写人情 那么现在知道 so这个词根了之后呢 咱们把它 放到不同的单词当中 去拼接组合一下 看有什么样的 化学反应 第一个词 solitude solitude 那是不是就是 孤独的态度 我认为单身挺好的呀 对不对 孤独 我们成年人要学会 享受孤独 solitude ok 没错 孤独的态度就是 单独的态度就是 孤独 solitude 好 这下面 solace solace 指的是安慰 那么这单词 如果说从词根的角度来讲 怎么去记呢 这个solar 是不是太阳 对吗 C它是一个 动词 也可以作为一个名字 当然做名字 使用更多一些 那么你看 太阳光 如果你今天心情很压抑的话 突然一束阳光 散在你的脸皮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好像得到一丢丢 丝丝的安慰 solace 或者怎么去记呢 可以通过这个 谐音联想的方式 sol 雷丝 既然我们找不到男朋友 找不到女朋友 那所以 so 我们就做雷丝 互相安慰吧 可以吗 所以 so 我们就做雷丝 互相安慰 solace 对 找个玻璃 是不是 擦了玻璃也可以 好 下一个词呢 就做soliloquy soliloquy 这单词 虽然说发音很搞笑 但是呢 其实它的构思法很简单 前面这个soul 还是读字 lock 也说 是不是说 自己一个人说monologue 来同学们想想了吗 monologue soliloquy 一个意思 都表辞是 内心读巴 简单字语的意思 好 没问题 非常好 好 继续往下 loquacious 刚才是不是讲到 那个church box talkive 这个言词了 还是说 能说很多话的人 他就是爱说话的 多嘴的 碎嘴的 贫嘴的 OK loquacious 好 下一言词 colloquy 这两个字可以放一起 一个是 你看抽象名字以Y结尾 然后呢 形容字以AL结尾 colloquy 就是大家一起说话 一起说话就是 conversation 谈话对话 对吗 一起说话 那么大家如果说 在平时生活当中 这种conversation对话 说的是傻话 一起说的 就是我们的大白话 你千万不要给老师 阳淳白学 咱们平时说话 就得说一下下里巴人 这种口语的 会话的话 对啊 大白话 所以说大白话的 这个语言叫做 colloquial speech colloquial speech 这个是在一些文献当中 经常会见到的一种 非常学术的表达 就是每个人 加上离短 会使用到的这个话 叫做大白话 colloquial speech 好 没有问题啊 继续往下 下一单词 hagard hagard 憔悴 那么这单词呢 其实它源自于这个 名词叫做hag hag指的是女巫的意思 所以说加上ARD 我们知道ARD结尾呢 blizzard 然后呢都不是什么好词 是吧 所以说你看像女巫一样的 那女巫那个嘴就得 扁的 然后鼻子 脊脏肠 是吧 给这种非常憔悴的感觉 眼睛深奥 hag hagard 好了 那么它同一位词 有谁呢 叫做gaunt gaunt 那么说gaunt呢 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aunt 姑姑系列了 是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gaunt 这是什么姑姑呢 ag就是鬼姑姑 是吧 鬼姑姑 这巫婆姑姑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亮样 都是那种憔悴的 古咒如柴的 skeleton gaunt 嗯 没错好 鬼姑姑很憔悴 或者大家说考G 考GRE的姑姑很憔悴 考完GRE之后都不像人样了 是不是 好 那么说到姑姑系列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下几个姑姑 什么意思 第一次 what 五个姑姑 你看你大姑 你二姑 你三姑坐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谈论别人 就自己家孩子 是吧 我女儿上青麻了 我儿子考北大了 我这个孩子明年就要去牛津 见教读书了 是吧 五个姑姑坐在一起的时候呢 最喜欢干的一件事 它就是吹牛 boost a want 五个姑姑在一起吹牛 好 没错 下一个啊 都是你姑 这还了得 下一个是 flaunt 飞姑姑 是不是 a fly aunt 能飞的姑姑 你呀 要是能有一个会飞的姑姑 是不是 带着竹蜻蜓 跟那个蓝胖子似的 那你已经得炫耀一下呀 对不对 跟别人说 我跟你说 我姑姑会飞 flaunt 再往下 draunt 接姑姑 对吧 接 把姑姑接来干嘛呢 短途旅行一下吧 shelt journey shelt journey draunt 好 没问题 下面单词叫daunt 打姑姑 那还了得 是不是 当你打姑姑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你姑姑的威胁 跟恐吓 对不对 叫做daunt 再往下 haunt 怎么姑姑呢 是到姑姑家里去 是吧 所以说这单词 表示的是常去 常去姑姑家 如果你姑姑每次去的周图 给你做老婆好吃的的时候 是不是你也是 魂牵蒙绕了 对不对 在你家 然后想着你姑姑家的一些美食 营绕心头 叫做haunt 姑姑家常去 营绕心头 好 下一个 draunt taunt 叫做什么 套度姑姑 是吧 你跟你姑姑开玩笑 套你姑姑的时候 其实你就在取笑到 嘲弄她 所以说她同样的 就是我们的tease 给tease taunt 嘲笑 嘲弄 姑姑太强了 这个跟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姑姑系列 这组跟给大家 总结过我们之前 总结过是吧 那更好了 好 下个单词呢 叫做leet list leet list 指的是无精打采的 那么这单词呢 大家可以想到 每团七十二一天 都没接着单的话 没单 是吧 怎么没人扣我 你到底要不要定压取菜呀 所以说 等啊等啊等啊等 无精打采的 leet list ok leet list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leet list leet list leet list 那么这单词呢 如果说把它拆开的话 leet 缺乏 中间这个 daisy 大家想一想 认识一个花吗 daisy 我相信啊 咱们可能 有很多女同学 她都 可能英文名字 叫这个单词 daisy 哎 没错 就是 不是向日葵啊 它就是我们的 小厨局 是吧 有一个香水很有名 就是那个小厨局的味道 它什么 这原词daisy 那么daisy 同学们 这个花的花语 它就是希望 你看 如果说你的生活 缺乏希望了 leet list leet list 你是不是就是 无精打采的 一点都不热情 对于任何事情 打不起兴趣了 对吗 对没错 所以说 daisy 对对对 带盖斯比 当时那个女主 说叫带西 带西 带西 对 所以说 当你生活中 缺乏 它储蓄一种精神 希望的时候 希望的精神的时候 你就是无精打采的 不热情的 好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那些 what are those flowers 那么这些花 都有什么呢 花语 然后呢 它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clover 它就是我们的三叶草 对不对 老师是不是曾经讲过 说这个字母的手 字母 很大程度上 可以去表现 它的一个形态 那你看 C字母 它是不是一个半包围 当你把爱 全都聚拢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带给你幸运 对吗 所以说clover 为什么三叶草 三叶草叫这一单词呢 能理解了吧 把爱 没错 半包围起来 你就会带来幸运 clover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 是吧 三叶草 你看今天老师特意 特意为了这节课 出来了一个三叶草 Adidas 它有一个 这个自己的子品 就是我们的三叶草 吸灭 那么为什么 有些的时候 咱们上考试的时候 要穿上Adidas呢 为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为了给你带来幸运呢 是不是 有些妈妈买这个Nike 因为老师之前也讲过 Nike啊 那个是罗马神话当中的胜利女神 它跟那个Victoria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说对号 其实它影响的是V 胜利 而我说clover三叶草呢 它也是幸运的意思 所以说下一回 不管你穿阿姨 还是穿Nike都可以 就不要穿特布啊 就给大家了 不要穿特布 非一般的感觉 好 没有问题吧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Bruce Mary 你看这花名是不是都很美 同学们 Bruce Mary 玫瑰的玛丽 它就是我们的迷迭香 好 中文是不是有首歌叫迷迭香啊 你随风飘扬的笑 有迷迭香的味道 女带薄荷味的下角 对我发出人爱的讯号 听过吧 嗯 那么Rose Mary 迷迭香 你们发现也很漂亮 就是那种串串的蓝色的话 它表示的是 Remember me 就是 Remember me 有时刻一定要想起我 自己亲我 所以说 如果在离别的时候呢 你可以送你的友人 不要变插猪鱼了 这回呢 插上我们的迷迭香 Rose Mary 表达就是 对于她的一种思念之情 嗯 没错 就叫迷迭香 那首歌就叫迷迭香 好 在往下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花呢 叫做忘我 叫做Forget me not 它不叫做Don't forgive me 你要看 它作为一个名词 叫做Forget me not 忘我 那么这个花是不是也很漂亮 蓝色那种小五个花瓣 它表示的是这个 Loyal love 叫做终贞的爱 如果说 它表达对于对方的这种 Loyalty 终贞的话呢 你就可以送它 忘我这花 嗯 终贞不屈 终贞什么 不渝 对终贞不渝 好 下一单词 Tulip Tulip 它指的是我们的郁金香 那么这单词呢 其实它是从这个阿拉伯 预党中借过来的 它原指的是阿拉伯人 缠头的那个男性 大家知道吧 缠头那个围巾啊 所以说 它跟这个郁金香的 这个花包的形态 它长得很像 那么每一个郁金香呢 它都会有 就不同颜色 郁金香会不会有 不同颜色的花园 太多了 我就不说了 如果你感谢的话 可以刻下去查一查 那么这个花呢 就是我们的Holland 荷兰的这个国花 荷兰的一个国花 就是我们的郁金香 Tulip 好 最后一个 下面这个叫Iris 来我问一下 咱们有没有女同学 英文名叫Iris Iris 是吧 所以说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英文名字 它表达是鸢味花 它是France 法国的国花 那么你会发现 它就是那种 很潇洒 很洋溢的这种花 那种长相 是吧 它表达的是 想念 love 爱情 跟elegance 优雅 所以说 你看法国是不是一个那种 优雅 而且浪漫的国度 Iris 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英文名的话 你想要英文名 还想要一个比较简单的 独特的 你就可以取一个名字 鸢味花Iris 是不是听起来也挺好听的 像个女孩的名字 好 太难养 我大会养过 你们原来是如此爱花之人 好 那么 如果说你对这个名字不满意的话 别着急 老师再给你取个名字 Violet 这件字怎么样呢 它表达是紫罗兰 是不是也很美 紫罗兰的话语是什么呢 就是 Forever love Permanent love 永久的爱 以及Simplicity 简单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简单单纯 没有什么杂律的人呢 你就可以取得 这样的名字叫做Violet 自罗兰 是吧 但是呢 在中文当中切尽花名去 起名 比如说你叫什么 李梅花 李菊花 然后呢 张玫瑰 然后呢 什么李百合 这好像就不太好听 但是呢 英文还不错 英文还不错 哈哈 脆花 小的出来是吧 那不叫酸菜呢 好 下一单子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花呢 我觉得这个花呢 性价比特别高 你刚买回来的话呢 就是很可爱 是吧 然后你放时间长了 它就是那种 那种干枯的状态 也挺美的 叫做Baby Spray Baby Spray 叫小婴儿的呼吸 也就是一小口一小口的 很小的叫满天心 满天心 满天心的花语呢 最重要的就是 这里的这个叫做 Mine in a row But cannot be ignored 很微小的这样的角色 但是呢 却不能忽略 如果说你喜欢某个人 但是呢 你有切于开口 羞于开口的话 你就可以送他这个花 其实呢 就表达的是暗恋 是不是 在背后默默的关注你 爱你 Baby Spray 满天心 你会发现 就很多花啊 它单打出去 很丑 但是 只要你插上满天心之后 这个花逼格 顺时上来了 就那种 吊吊顺时就 丰富起来了 对吧 满天心就是这样一个 微小 但是不用忽略的存在 对 知青春里当时 演过这个花 是不是 因为花语就是 Mine in a row But cannot be ignored 放下地址 好 准备收花 可以可以可以 好了 谢谢大家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说讲的这个跟花相关的一些单子 然后呢 咱们把刚才讲的一些单子来传进一下 来 同学们公平打下这个英文所定的中文含义啊 第一个词 God 贵姑姑 爱不然好 贵姑姑就是憔悴的 憔悴的 贵姑姑 好 第二个词 Raticent 阿姨提到钱 跟歌就变得怎么样了 Raticent 爱沉默寡言 对不对 沉默的寡言的 Raticent 第三个词 Liquacious 能说很多话的人 Liquacious 它正好是我的Raticent 这个词的一个反应词 对吧 它指的是话多的 碎嘴子的 爱说闲话的 Liquacious 好 第四词 Soulless 如果说找不到男朋友 Soulless 我们就做蕾丝吧 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就一起做蕾丝吧 互相安慰 没错 安慰 Soulless 第五词 Sleek Sleek 舔狗舔狗舔的最后一无所有 舔盘子 可以把舔盘子怎么样呢 舔的非常的光滑 对吧 光滑之余呢 你们的动作也变得非常的熟练 光滑的熟练的Sleek 光滑的熟练的Sleek 好 第六词 Liquacious 如果说你生活缺乏了像Daisy 我们出局这样的一种 Hope 有希望的感觉的话 那么你就是 无精打采的同一词 Listless 没单 无单就是 无精打采的 Liquacious Listless OK 第四词 Don't 打姑姑 如果你打姑姑的话 你就是对姑姑的 威胁恐吓 威胁恐吓 Don't 这儿只有你一个人 爱荒凉的荒芜的 荒凉的荒芜的 Desolate 第九词 Gloquil 大家都说的话 是什么样的话呢 所有人都讲的话 它就是我们的 爱口语的大白话 大白话 口语的 好 第十个叫 Glebe 滑动 Glebe He has a glib tongue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 舌头呢 油腔滑掉的 油腔滑掉的 Glebe 好 没有问题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单词 然后呢 咱们 在一组中英配 我说中文 你说英文 我说英文 你说中文 首先第一单词 Succumb Succumb 叫做 不是阻碍哦 这个呢 就是躺在你下边 你被我彻底的 征服了 对不对 屈服 屈服 Succumb OK 第二件是 Morbid 毛病的 毛病的 不健康的病态的 不健康的 有病的病态的 很好 第三件是 贡品 想一想 贡品这单词英文怎么说 没错 我叫做Tribute 给 对吧 给你上贡 给你上贡 第四件是 bewilder 没错 等于我们说到这个 confuse confuse 叫食困惑 好了 那么来看一下 这几个单词 首先 第一个单词 Succumb 首先你也知道 come这个词 它表示 拉档 躺下 对吗 那么 在你下方 躺下 为什么这个C 变成 这个B 变成C呢 就是 同化了 对吗 就是 Succumb Succumb 在你下方 躺下 来 给我上征服 看图说话 屈服的意思 那么 搭配的这些呢 是小子 to succumb to somebody 对某人屈服 比如说 向敌人投降了 succumb to enemies succumb to temptation 我对于我的这个 就是我的预告 这种诱惑 投降的时候 这个人 我可以抵御一切 除了诱惑 向诱惑 屈服 向诱惑 投降 那么 succumb to pressure 对于压力 怎么样 我顶不住了 是不是 扛不住了 投降了 屈服了 好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cumber andcumber 这条单词呢 给我们一起记 在意词上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你看 躺下 如果说 一个车开过来 我在大路上 躺那了 在马路中间 我就那样躺下了 是不是就成为了一个障碍物 对吧 作为动词 表示的是阻碍 或者你想是cucumber 我们的黄瓜 你想一想啊 一个黄瓜 你要让市场买的时候 不可能是立在那吧 那就是并排排的躺好 然后任你去挑选 所以说 cumber就是我们的躺下 那么躺在那儿 就成为了阻碍 动词阻碍 cumber encumber 都是阻碍的意思 OK 找个句子说 I don't want to encumber myself with unnecessary luggage 我就喜欢轻装商镇 是吧 有些旅行 我不想在过多的这种行业 成为我的这种负担 burden成为我的阻碍 encumber 台湾是吊起来卖的 这我倒真不知道 我见过猪肉吊起来卖过 但是没见过黄瓜吊起来卖过 好 下一个单词呢 我们来看 还是有这个cum这个词根构成的 recumbent recumbent 鞋躺着的 鞋靠着的 那么这单词 你看是不是要向后躺下 所以说 它有这个鞋靠 躺着的意思 recumbent 小人写 那么incumbent 在里面躺着的呢 大家想的是an office 在办公室里躺着的人 他就是在职的 只要你在职一天 你就得是responsible 负责任有责任的 所以说 这是某人做什么事情的责任 我们使用了这样的句式 叫做 代表这词是on 或者是upon 看到了吗 it is incumbent upon on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只要你在办公室 一天躺着 你就是在职的 只要你是在职的 你就是有责任的 我们造句子说 it is incumbent upon me to answer questions 那你看作为老师 是不是 回答学生的问题 给你们答一解惑 那就是我的天权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right it is my it is incumbent on me to do that 没错 我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义务 去解决他的问题 好 下单词 incubate 这件事情大家其实可以通过这个cube去记忆 它也本身指这个小崽子 我不知道这个老 你们俩老一辈的人 有没有就喜欢 问一下什么小兔崽子 小崽子 cube指就是小崽子 对吧 小崽子在哪儿孵化出来的呢 印表里面 所以说incubator指就是 恒温箱孵化器 大家都知道 很多小孩刚生出来的时候 身体比较弱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会放到这个保温箱里 恒温箱里面 那个地方呢 就像妈妈的这个worm子宫一样 去制造一种那种温度和环境 叫incubator 那么去到这个or之后呢 它有一个动词 incubate 指的就是我们的孵化 ok 好 那么下一点词叫做incubase incubase 这点词呢 你看到就是你一躺着 就来找你的 你梦里就会遇见了 那就是你的梦魇 那就是你的噩梦 叫做night mire night mire incubase incubase 好 再往下 contubine 是不是跟你躺在一块的人 但不是你的合法 妻子 她就是你的情妇 你的妾 你的拼套 比如说这部电影 大家看过吗 张国人 歌歌演 它叫做 Farewell my concubine 期待今晚做个噩梦 我觉得咱们都真的是太可爱了 是吧 好 期待今晚可以跟 噩梦梦眼相见 你 它一定会 进到你的梦当中 哎 没错 再见了我的情妇 那么翻译成 咱们电影的名字 就是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 Farewell my concubine 跟你躺在一块的人 他就是你的 第三者 是吧 切情妇拼头 好 没有问题 这是跟这com相关的一些单词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morbid 这单词表现是毛病的 不健康的 你看毛病的毛病的 有病的 病态的 不健康的 unhealthy 那么这单词中间讲到一个词根 它叫做mort 它表现是deft 那么讲到这个单词呢 必须要讲一下这个 古西亚罗马上当中的一个神 叫做mort 词神 你们发现很多神的名字呢 变成词根就演变出了很多很多的一系列单词 那比如说mort 这个词神的词根呢 它变成词根之后叫做mort 那么这个词根表就是跟死亡相关的 那么这单词mortal 来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之前讲过吧 没头 会讲的是摸头杀 是吧 所以说 你看没头没头 如果说一个人他没头了 那么mortal什么意思 没错 它表示的是终有一死的 那么谁这种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凡人 对吧 像咱们这种凡风俗子 肉体凡身的 咱们就是mortal 终有一死的 没头 没头了 当你没头那天 它就跟死亡相关 终有一死的 名词就是凡人 那么现在老师在mortal之前 叫了一个im 否定前缀 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死的 什么叫做immortal 它表示的是不朽的 不死的 永恒的 对吗 enduring 对没错 很永恒的 internal 所以说这单词还指的是 神仙God and Goddess 神仙 咱们小三女啊 是不是 就是那种不死的 immortal 好 那么变成一个 我们的抽象名词 mortality 以IT外结尾 都是抽象名词后缀 那么跟死亡相关的 抽象名词 它就是我们的死亡率 那么这单词 很有可能在阅读理解当中 遇到原子痛的名调基础 表示死亡率的 这些词叫mortality 同一替换 death rate 死亡的比率 简称死亡率 很好 没问题 下一单词 mory band 魔人般的 你们说 哎呀 赶快给我了断 太魔人了 你看 人之将死的时候 当你奄奄一息 垂死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 赶紧给我一个了断 是吧 我想赶紧去喝着末末汤了 mory band mory band 魔人般的 好 那么你看 能不能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mory band language mory band language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什么叫做mory band language 哎 大家说 疑言 对吧 濒临灭绝的语言 对 没错 就是你那死之前 说的话 简称疑言 mory band language 哎 不对不对 不错了 mory band language 它指的是那种 就是即将灭绝了的语言 即将灭绝了的语言 嗯 好 那么什么叫做mory band economy 说这个经济 它实在不行了 它马上就要这个 逼你死亡了 它是什么意思呢 哎 没错 它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快要信仰产业啊 差不多 就是这种 感觉要不行的经济 快要垮掉的经济 嗯 slack 说的非常好 同一件次slack great 好 下面 那么这单词叫做postmortem postmortem 刚才是post 这个前缀 什么意思 post这个前缀 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叫做在什么什么之后 所以说 那些死亡之后的呢 就是我们说死后的 那死后会干嘛呢 就是验尸 对吧 就是给你去验尸 postmortem 有一个职业叫做 入 是不是要入练食 那个 单词呢 我不知道怎么去发这个中文 叫入练食吧 是吧 就是给你 那个化妆的 啊 应该日本有个电影 很有名叫入练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挺好玩的 对 入检官 对对 是这么印象 好 下面是mortgage 这单词呢 同样是跟死亡more相关 给大家讲一下 这单词呢 它表的是抵押带官 那么你看 死亡 这样的一个誓言啊 gage 大家想的是 pledge 誓言的意思 那么其实这样的 中国是不是有这种 叫做复成子业 这样的一个习俗 那么在西方 其实也有 一般来说呢 是长子会继承 父亲的所有的遗产 所以说 在父亲还没死的时候呢 长子如果说 想去按借贷款的话 怎么办呢 就跟那人保证 说 我给你保证 我老爹死了之后呢 我就会把他的财产 作为这个抵押 所以说呢 你看 你死去老爸的 这样的一个誓言 它就是你作为 按借贷款的 这样的一个凭证 叫做mortgage 注意这里的t不发音 那么 mortgage slave 就是成为贷款的奴隶 也就是我们 竟然在考虑上 所说的这个房奴 房奴呢 叫做 mortgage slave mortgage slave 看一下 这个单词 没有问题吧 好 那么 下面这单词呢 叫做tribulation tribulation 它指的是苦难 磨难的音线 那么这词呢 不需要讲到这个词 叫做tribute 它表示 to give 对吧 那么你看给 给给给 是不是又上贡的 这样的感觉 对吧 所以说tribute 它指的是 贡品之敬的音线 给到你宗主国的 就是贡品上贡 比如说东西 现在是不是要给老师 送年你们的小薪金呢 tribute contribute 把你们的小薪金 全都贡献给我 就是这样的单词 是吧 我们要学会 礼尚往来 是不是 收到了 对啊 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 好 造句子说 all rose institute inside tribute 所有人都起立了 然后呢 怎么样呢 是不是 慕哀的致敬 所以说你看 贡品这个意思 虽然说有吧 带上更多 其实考验的是 在致敬的含义 这段词 老师也讲过 之前呢 其实是来自这个tribe 这单词 叫做部落 对吧 部落 如果是小的部落 你想长久的 从落下去 你就是要给更大的 你的部落去上贡 就是说tribe tribute 表示给的意思 那么通过这个 贡品呢 其实展现的是 你的这样的一个 敬意 致敬的意思 没错 最开始的 可以来讲过 是吧 好 让我还能记住啊 下一件是tributory tributory 那么这一张词 除了表示给 宗主国上贡 的附属国以外呢 还有支流的意思 想一想 是不是河流 小支流 汇入长江 汇入黄河 它就是这样的 一个上贡 的过程 对吧 再个句子说 this tributary feed into the longest river in China 这个支流呢 就是最终 汇入到中国 最大的 最长的河流当中了 好 没问题啊 接下来继续往下咯 下言词 attribute 是不是加强给 就是给你 给你都给你 就叫做 把什么什么 归于 在个句子 I attribute or success to him 我们把成功 全都归到他身上 所以说你看到 w小支 是to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如果不认识的话 同学们 感觉接下来 就是考试的时候 一个高评考点 w小支 是小支 to 那么 现在老师读的是 attribute 但是我们说 单词呢 如果说 这个中音 完全改变的话呢 它会发生 磁性跟意思的改变 当老师现在 把中音 放到第一音节的时候 这一单词 如果说读成 attribute attribute 那么 没错 小英文说 对了 他呢 这回呢 就表达是 特征特性的意思了 造句子 Politeness is the attribute of a gentleman 那么礼貌 就是成为一个 我们说 绅士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比如说 Ladies 女士优先 这就是一个 非常礼貌的行为 成为这个 gentleman 的一个 必须要具备的 特征特质 所以说 你想一想 如果说 在这个句子当中 你不知道 attribute 它名字的意思 其实就会 对你的阅读理解 造成 非常大的上来 对吗 那如果说 表示特征特性的时候呢 老师给大家 总结一些同一词 打给记一下 比如说 咱们的property 特征特性 feature characteristic trait 都表示的是 相同意思 不认识同学 可以记下来 考试的时候 考察到同一替换 同一词的时候呢 是非常不帮助的 好 没问题啊 接下来继续往下 下一根词 retribution retribution 对吧 苍天饶过谁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那么是不是 反过来 给到你的 只要你做了坏事 然后恶人就有恶报 就是你的报应 就是 有因必有果 你的retribution 它就是我 所以说 再次回过头来 给到你的 就是报应 造句子 evil actions will bring retribution 你看 那些不好的 坏的行为 它到最后呢 就会给你招致 不好的恶运 也就是我们的报应 好 没有问题啊 继续往下 那么下一单词 bewilder 最后一单词了 我们来看 bewilder 表象是使困惑 你看 b 我说了 放到单词之前 表较强 wild 抓狂 什么狂野 为什么是这样 对不对 使困惑 bewilder 那么或者是 大家可以想逼我的 你知不知道 我太难了 是吧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呢 逼我的 太让我困惑了 bewilder 动词是困惑 同一段词 confuse 叫个句子 so many questions bewilder me 它的问题 都让我困扰 让我困惑 好 下面呢 同一次 我们来说到的一点小 叫做baffle baffle 拜佛 同学们 当你困惑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上 比如说根哥 行上 英和宫去烧香 是吧 那么拜拜佛祖 这时候呢 就会解答你 内心的困惑 当你困惑的时候 你就去拜佛 baffle 那么这个人 就是从此跟此事的 角度来说呢 其实它其实 影视的是 baffle 就是baby 小孩子 一压学语的时候 你能听懂他说什么了 你听不懂 这孩子说啥呢 说饿了 还是困了呀 baffle 对吗 baby baffle 是困惑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到个句子 说 And the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many of the super rich were baffled by the infinite choices their money made available 你看 一个调查研究表明了 那些富人呢 超级富人 比如说马云 然后什么 就beard guys 之类的 他们困惑就是因为 他们钱太多了 带给他们这种 非常无尽的选择 而随之而来的烦恼 是吧 我们希望 这样的烦恼 可以更多一些 因为钱多 选择过多 而带来的烦恼 他们非常的baffle 困惑 你愿意为这承担 我也愿意 我们都愿意 是不是啊 我们都愿意替他们承担 好 下面 来看看这件叫model model 那么model你总认识吧 什么泥 你说你这脑子 一团降糊 都是泥 太泥命了 所以说 动词表达是实迷惑 名词表达是混乱 所以说 我们既然说in the model 其实它就懂于in the math 还等于咱们之前讲 我们就在说in the jumble 还有印象吗 in the jumble 都表达是实混乱的意思 in the middle in the math in the jumble 好 稍微句则说 already two one or two critics have began to model the two names 你看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一两个 这种批评家呢 他们这种评判者 已经混淆了 这两个名字 让他们非常困惑了 medal mud 通过泥印去系 泥土去系 好 没问题啊 接下来 下一根词perplex 那么这根词 你后面这个plex 你总认识吧 complex比较复杂 对吗 那么per表示 从头到尾 这贯穿始终 贯穿始终 这个事情都太过复杂了 让你非常迷惑不堪啊 perplex I have no wish to perplex the issue 我没有任何 想去让这个事情 更加复杂化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 让这个事情 更加的云里雾里 使我迷惑的想法 perplex 从头到尾 始终非常复杂 让你感觉到 迷惑不堪 好 没问题啊 那么 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组单词 给大家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首先 第一根词 tribulation tribulation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 必先苦习心智 劳习经过 没错 先给到你的 一定就是苦难磨难 好 第二根词 mortality 跟死亡相关的抽象名词 跟死亡相关的抽象名词 没错 mortality等于 我们的死亡率 同一根词 that's right 好 第三根词 mortgage 我老爸死了之后 我承诺 这笔钱 我一定给还上 mortgage 表达是 没错 抵押 按揭 好 第三根词 succumb succumb 来给我唱证服 是不是 在我下面躺着 你躺在我下面 你就是一个屈服的状态 mortgage succumb 屈服 好 第二根词 tributory tributory 在指的以外呢 只要你在办公室 一天 你是在指的 你就是有责任的 有义务的 incumbent right 第七根词 incumber cumber incumber 躺在那儿 成为了一个路障 是吧 那么作为动词 它表示的是 hinder 没错 impeed 阻碍 incumber cumber okay 第八根词 morbid morbid 毛病的 有毛病的 你就是啊 病态的 不健康的 unhealthy unhealthy 病态的 不健康的 第九根词 Retribution 苍天饶过谁啊 对不对 你的报应就是我 Retribution 再次给到你的 那就是你的 报应 第十三次 天好老师读音 当我读成attribute 名前动后 attribute 作为名字的话 它表示的是 特征特性 特征特性 property feature cathetic trade 都是它的同一题话 再往下 当我读成attribute attribute 作为一个动词的话 tribute 给at表加强 加强给 给你 给你 全能给你 那么这一单词呢 指的是 归功于 归功于 I attribute the success to him 我把成功 全都归于他的身上 好 非常好 然后呢 咱们再来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 吧 今天再测试一遍 第一单词 deplore deplore 加强去喊 加强 我的天哪 对吧 加强去喊 deplore I 恳求 叫做implore 内心深处去喊 反正要恳求 对吧 它表示的是 有谴责的意思 还有哀叹 哀悼的意思 对不对 还有哀叹 哀悼的意思 deplore 好 第二个词 猪爱干 你老师 你讲的太干燥了 是不是 太干了 一点这个调节 东西都没有 没错 它表示的是 干巴巴的 枯燥的 好 第三单词 solace 所以咱俩就做蕾丝了 是吧 找个男朋友做蕾丝吧 互相 安慰 没错 所以我们做蕾丝吧 相互安慰 好 第四单词 brooch 你的OO 分开的OO 上别的个东西 它就是我们的 熊针 brooch 好 第二单词 immortal 摸头摸头摸头沙 没头 没头叫做终有意思的 那么叫I am 否定前坠 immortal 什么意思 没错 比较是不朽的 不死的 永恒的 还有就是我们说神仙 神仙 好 第六单词 drop 接孤骨 怎么样呢 接上孤骨 咱们来一次 短途旅行 没错 叫short journey short journey 短途旅行 第七单词 ostentatious 向外去伸张 向外去伸张 说这个人呢 to ostentatious to pretentious ostentatious 浮夸的张扬的 浮夸的张扬的 ostentatious 好 第八单词 list list 没单 七十八今天一单都没有 显得格外的 非常好 写人词叫 无精打采的 无精打采的 第一九天是 taxi turn 它变得怎么样呢 taxi turn 它变得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的 写人词 好 最后一单词 baffle 当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 就请你去拜博 爱没错 动词表示的是 是困惑 当你困惑的时候 你就去拜拜福 答疑解惑 baffle是困惑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 所有万词班复习课 帮大家去复习的 所得 请了哈 然后呢 今天你 大家可以想说点什么 都可以啊 然后呢 送给大家一个 空老师 这个一直信奉的作物名 叫做 walk hard play hard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到 这样的一点 就是 我学习的时候 我工作的时候 我就好好地去做这件事情 集中注意力 全身关注 那我玩的话呢 我也是认真的 只有当你好好工作之后 你才有工作的精力 跟了金钱跟时间 去更好的玩耍 对吗 walk hard play hard 这也是老外边信奉的 这样一个价值观哈 那我相信 只要你掌握好这个价值观 你就 you can balance your life and study or work 你就可以很好的平衡 你的生活跟工作 好的 我也会想大家呢 对 实际学 认真玩 实际学 认真玩 walk hard and play harder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到此为止呢 万字班第六集呢 就应该是 画成一个原本的句号了 傻瓜 那么也希望 可以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呢 跟大家继续的见面 那空光老师 也会在未来的这个 课程当中呢 担任四六集的词汇讲师 以后的四六集 所有的词汇课程 都由我去带班了 所以说 这个 如果你要是在四六集 也把我全程班的话呢 那还有这个继续 见面 许男子的机会 根哥干啥去 根哥还是在讲的之前呢 他讲的是 四集的阅读呀 好了 然后呢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随时欢迎大家 可以在我的这个微博私信 游道考人 讲宽老师 然后呢 咱们 咱们虽然说 这次课程结束了 但是呢 我相信 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这种 交互 交友的机会 是不是 对 雅思 嗯 游道考人 什么时候招聘 现在就在招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上官网投递 你的这个客人的简历 好了 那就 也期待大家可以在下一季 也是我们的万字班第七季 继续给大家去见面了 好了 那么到此为止呢 就是整个客人的大结局了 然后希望大家 可以在这个客人当中 收获多多 真正可以成为一个 Walking Dictionary 和行走的字典 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然后呢 咱们期待下期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朋友们 拜拜 Good night 晚安